Hello 大家好 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想用这支视频跟大家分享 我2018年度的空瓶剂 然后以及年底的彩妆和护肤品的存货 然后以及我今年的一个小的一个总结 和明年的一个心愿或者是希望 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首先我想分享一下我今年的一些空瓶剂 首先是这个眼霜 它是这个BioEffect的EGF Eye Serum 这个号称是这个什么冰岛的一个什么火宝系列的眼霜 但是我就是它这个也很贵 好像是上版的一支这一支眼霜 然后15毫升也没有特别多 15毫升还是6毫升 然后就比较贵但是也没有特别好用 它吸收到是很快 但是我觉得对整体那个眼周的一些暗唇 小细纹啊眼袋啊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效果 但是小伙伴们看一下就是如果是觉得自己就说 就是只在乎它一个吸收和一个滋润度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买 但是我总体觉得它那个性价比不太高 然后眼霜的话这个我是之前用完了已经 现在是又新买了已经开始用 之前的那个空瓶我没有保留 然后这是Clerence的这个Super Restority Total Eye 这个的话大家肯定就是已经听说过很多次了 就是肯定有很多人推荐 就是我总体的感觉就是滋润度和吸收度都是很好的 但是again它就是无功无过 就是说可能小伙伴们且买且珍惜 然后这个护肤水或者爽肤水之类的 我之前用过了两瓶用空的两瓶是叫做Haba的G Lotion 然后我那两瓶没有保留 然后还有一瓶拿去公司 就是在公司那个健身房里这样用 所以我现在手头的这个不是那个G Lotion的瓶子 它是维C Lotion的这个罐子 但是我肯定之后会再囤入它那个G Lotion 然后身体 身体类的话是Clerence的这个Super Lift 就是它是那个就是胸部提拉紧质的一个凝乳 这个的话我用空过就是这一瓶 但是我也没有打算再回购 因为我觉得它效果没有它广告里面说的这么明显 就是说大家就是可能就是用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像一个安慰剂一样的一个心理作用吧 所以我也不会特别的推荐大家去买 然后这瓶卸妆乳Pharmacy的Green Clean 就是风很大的今年这一款卸妆乳 这个已经是我买的第三瓶了 然后我觉得确实效果挺好的 除了少部分就是那个Giorgio Armani的那个 它的那个就是说Lip Magnet 那个系列的唇又它不太好卸以外 其他的好像都就是没有什么负担 很容易就卸下来 然后使用感受我觉得比较推荐 那么还有一个负负品是这个Haba的这个万用油 就是那个角砂锡丸这个油 这个相信大家已经从其他这个渠道 已经听说过很多次了 就是它这个油既可以作为护肤的一个精油 这个特别保湿的这个在脸上 然后也可以作为一个化妆前的一个妆前打底 就是所以就是特别万用 我还看到网上有人说是用这个油这个就这样在手上一拍以后 然后糊在头发上就是当头油使用的 所以感觉就是说它因为成分比较安全放心 所以就是好像可以用作很多用途 当然就是我不要吃了 比如说我觉得外用的话可能有很多的用途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身体乳是这个Body Lotion 是这个Body Beauty的这个就是说其实是号称是推荐给孕妇那种敏感肌肤的一个身体乳 然后我怀孕期的话也一直在用这个 然后现在就是说觉得这个比较好用 然后所以这个生完以后也一直是在回购这款身体乳 我觉得这个成分上面就是比较让我放心吧 所以这个使用感也比较好 所以应该会继续存货无限回购 好那么接下来就分享我的2018年底屯的护肤品和化妆品之类的 然后这个的话先说一下我现在回购的这个是它这个日本发王出的一个这个蒸汽眼贴膜 手头现在我是两个一个购入的是老款的 这个是它新款的第二个购入的 这个购入的差不多好像认识的 它这个相对的发购有点不妙的 所以让它外套装穿了 对老板的这个是更简单些 但是我从这个位置用不到一个购入的 所以就是说那天天所为的希望也就是往下说 这边变着这个蒸汽眼睛的这个感觉眼睛就是最重要的一种环境 所以我还可以喜欢这种的购入的东西 然后我们化妆水的话 我之前是一点点收入 我这个喜欢编上的这个有模式的这个环境水 然后这一段它是手机手 因为我是最好的一个第一次用完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把它用开 然后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把它用开 然后然后 这装品的话,我已经刚刚说过,我现在给阿姨新鲜的装品的关键 其实我更感兴趣的就是个50号的装品 这就是那个50号的装品,很大吗? 我觉得这个一看这个装品,它的继续是一个很大的装品 然后,严谨的部分的话,我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我稍微有什么厚的那种纸造的装品 比如说像,DECO的这个,然后,我也比较喜欢HABA的这个,可以说HOME,也构造了良心的装品 然后,大家都叫美美,我现在也是良心的,所以我也那颗,就是那种臀,或者使用这个,这种美装品 它这个是一个,就是HABA的这个YP,好像在日本的,但是在美装品 其实在美装品版这个,亚洲版的,是叫YP 然后,这个,脚刷溪油的话,就做这个样子 可以把,再一个毫升的脚刷,60毫升脚刷 其实就是,因为我刚刚那个空水的面格要再大一号 然后,这个Mino的一个,一个,这个,这个Mino Moist的,这个面膜 我之前在,我的另一支视频里也推荐过 就是,我觉得是用,使用这个比较好 就是,在微勾力,在囤货的面膜 然后,我想,我复带的这个,Clearvice的W-Sanroom,我之前忘记的这个,这个是五周版面膜 然后,这个是一个,好像是17年4期版的这个,所以我还没有打开 但是,我们用这个来购义的一些,风瓜比较大的配置 然后,我们用来的,就用不过一些 然后,TASHA的这个,就是,经历这个面膜的时候 当时,我们,BIB89的时候,我当时,这个解放的这个,这个定理都很试过 在,当时,我当时,就是说,好像是水,比较好保持,无水 我觉得,但是,呢,没有,还没有打开上去是过 但是,就是对大家,你们都看一下,我们这个去的组织 六周中,还有一些,把黑马虫的发露的眼光 你然后还充电于大家喜欢的这一款比较好 就是,以少,我下面是一个变相的变相 变相,一切面,一切就好了 就是,那一块确定的变相 变相,变相,变相,变相 我这边也想去给甲费买过来嘛 然后这次我又摘下一次额 甲费的时候我说我一个真正的 很奇怪的感觉 在里面上索色的这种 抗摔摇的地方 小胶子 但是我还是擦擦着手套装 看起来我这个成功是不是 你说很喜欢买肌肉 好像很喜欢买肌肉片 看到我自己画下的肌肉 它是一样的一个肌肉 还会有什么意思 它是会有个肌肉 肌肉丁的肌肉 推出自己的肌肉 很喜欢的肌肉 然后和一个碗装 这个好像比较划算 这个好像送了一个系列粉色的一个胶囊 据说那粉色胶囊也是新版的那个 毕竟老板已经吸收了更快一些 但我还是开始用的 所以把这个送给老妈或者我不会用 因为我觉得毕竟是比较适合 然后洗水上的骨灵体面 我们就先把它搅拌 然后我们还团在这里呢 这个塞一下的这个 我常用一个化妆品 其实我们特别爱一个化妆品 如果我过来除油管博主的那种 很想的话 我们会用完了 对这个塞一下的这些 冰淇淋 把耳朵轻轻轻轻给我的 它这个使用就是 不可能有一个化妆品 我需要用一个化妆品 你看我耳朵轻轻轻的话 我就会用完了 不过要不要做什么 可能就是一个 最大的骨灵体面 这样一样 有风格的话 可以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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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想我这个 换了 首先是这个 还有一个 这个 它这个 真的 这个 它这个 这个 这个包装 这个 看起来还挺美的 我去看它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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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颜色是 然后还入了一个另外一个颜色的花瓣珊瑚 然后我看网上有人想说它这个白红色就比较好 这个白红色的花瓣珊瑚 另外一个标到那个上面就是一些天资的花瓣珊瑚 天资之间还有一个颜色的这种花瓣珊瑚 然后大家会看到它就像我们的颜色上一样 然后还可以透过自己微信里买它这个口红色是很好的 今天我觉得有点像是6和珊瑚色的一个中间这个色 但是还是很活泼很明显的一个颜色 14号是01号Sweet Nectar 美妆那边我就先从Color Top去拍一开始 首先我去买了一个6颗美妆的一个叫做Catica的一个 一本书的一个包装 这个包装上面还可以比较好多大上吧 然后大家能看到吗 我可以打开它这个 颜色的话也就是 你会带到它们这种 偏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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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一个 偏偏的 偏偏 这个绿码的颜色 有很多绿码 所以也满足 然后 然后 它这个绿码的绿码 这个绿码 在绿码的绿码 绿码的绿码 绿码的绿码 就是这样子的绿码 绿码的绿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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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管它比较肉黑的颜色 算不错 还有一样 很累一期 然后还有就是 Paradocs 还有一个小小小 然后D.Share 好 还有一个卡罗的水 哦 Wattles 就是这样的 烟盆 很好吃 就是这样 这一摔的话就碎成这个墨 还有减松 所以就是它这个颜色的话 基本上就是我选的都是在那种 Super Shark的一个Shadow 它的那个Matte的那种 粉质的这个眼影 我也入过两个 但是不少被我放哪里去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 基本上它这个粉质的话 特别软糯 然后显色度也很好 然后我还蛮喜欢这个眼影的 说实话 但就是说没想到 评价眼影里面 也有这么好用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今年就是说 对这个牌子种了不少草 然后除了这个眼影的话 我还入过它的 囤它的那个 有一个口红嘛 叫这个Luxe 这个Luxe Lipstick 这个系列 我一共买了六支颜色 然后分别是叫做 Ghosted Foolish High Striker Still Crazy On Repeat 和这个Dream Easy 它的这个色系 我喜欢的这种色系 多半就是 豆沙色啊 然后那个 橘色 或者是烂翻形色 然后那个 这种霉红色 和一个那个正红色 基本上就是 我买什么口红 基本上我都会囤这些 这几个颜色 我觉得就是比较 适合我的这个 气场 然后那个 然后我肤色是这个 白儿或者黄英嘛 所以基本上那颜色 对我来说 都还比较搭 好 然后说完了这个以后 再说一下 阿玛尼的 阿玛尼这个牌子 我今年囤了它 好几只 这个唇釉 先是它的这个 红管的话 这个414这颜色 我特别特别喜欢 然后 我还囤了它 加这个红管的402 这个502 我买了两只 然后还有这个 503 然后它之前 不是有那个打折吗 所以我就 买了好几只 再加囤 但是我感觉 我可能两三年 都不可能把这些 全部用空瓶吧 不过也没有关系 然后 小胖丁的话 我也囤了 五管 然后一个是这个 302这个 Hollywood这个颜色 然后 还有这个是 401 这401它 我太伤心了 我有一次那个刚化完 之后 然后 人家一夸 这个颜色好好看 我手一抖 就把这摔地上 然后它那个 George Armani 那个 这个logo 就给我摔 摔眉了 然后还有这个 503 这个 比较活泼的 其实有点豆沙橘的 这个颜色 然后就是这个大热的506 口红的话 我也囤了三只 它连一队 不是打折吗 然后是这个 Sea Shear 然后 Cosa Chick 和一只 Chili Chili我放在公司的 那个化妆包里 所以今天就没有办法 跟大家秀了 然后接下来 我想说一下 Pico的这个牌子 这是我最近 特别长草的一个牌子 我一口气买了 它加11只的口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我手上 就是这么黑压压的 这个一片 这个 一共11只 就是它的 最推荐的就是 它的那个叫 Fusion Lipstick Smart Fusion Lipstick 我的色号 入的色号是 407 408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27 428 430 然后基本上 就是像我之前说的 我这个选择的色号 就是从它那种 豆沙色 然后珊瑚橘 到那种 就是正红色 姨妈色 基本上 我就是都有覆盖 然后 基本上就是 算是把它 好看的色号 都给包下来了吧 然后它的 它家的这个眼影 和腮红 我也入手了 就是趁它那个打折嘛 然后 大家可以 可能看一下 腮红 我买的是叫做 它家的腮红 我买的是叫做 Smart Color Blush 然后我买的是 这个03 04和11 分别是 这种 这种 珊瑚色 然后这种 烧锅里面偏粉的一个颜色 以及这个 比较暗沉的一个紫红色 可能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 我觉得它 我现在还没有开始用 但是我之前有 就是试过 朋友的一个 这个 这个 同款的腮红 就是感觉粉质 还特别的细腻 然后 显色度也很好 所以我就是觉得 这种 评价又好用的这个 这个彩妆 就是最近是我的新头号 然后它家的这个眼影 单色的眼影 我也比较喜欢 我知道网上 很能推荐双色的 但是 我现在的Smart 我就是喜欢 那种单色的眼影 所以就是这样的话 可能我用起来 心里会感觉会 舒服一点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买的是这个 High Pigment Wet and Dry Eyeshadow 我用 一共录了五个色号 分别是它这个92色号 有点像这种 干燥玫瑰色 和它的这个102 一个比较亮的一个粉色 然后它的这个27号 一个天蓝色 或者宝石蓝色 还有它这个103和107 一个都算是紫色吧 只不过一个是 就是这种带亮片的 这种紫色 一个是它这个 明明就是一个 雾面的一个颜色 因为其他种大地色的 我就是已经囤里了 所以我最近就是 想要这种比较鲜明 有特色的 有个性的一些颜色 Pico的牌子 基本就是这样 我最近刚刚下了一单 是买的那个 E.L.F.家的一些那个刷子 和那个眼线笔和眉笔 还没有到眉笔 当然我不需要 因为大家可看我眉毛是天然 我眉笔是买给我妈 所以但是也这个囤了 还没有到 但是就这样吧 然后其他就是还囤了一个 Sephara 从Sephara买的这个 Natasha Dinona的 这个Blush & Glow 可以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我还没有开始用 因为看 它就是这样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盒子 里面带一个小镜子 我觉得用钱应该会比较方便 一个是它这个浅色的这个高光 以及它的一个这个腮红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比较方便吧 我应该会之后开始上班 恢复上班以后就开始用这种 我觉得我现在对这种小的包装 就是比较精美一点的包装 我还是比较有兴趣 以前是想着怎么样 就是说实用或者性价比高 但是我现在觉得就是有些小的 就是说特别戳中少女心的那种包装 也挺值得买的 还有一个这个也是我买了还没有用的 是那个Buy Bye Pours 这个最近这个牌子好像是比较流行吧 我觉得就是说它现在在Sephira 也有额外的折扣 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finish powder 我之后应该会搭配那种粉状的那个粉底 或者液体的粉底 再出另外一个视频 然后测评一下它好不好用 所以基本上我美妆的这个囤绘 也就介绍到这就差不多了 好那么最后呢 我想总结一下我2018的一些心得体会 和明年对明年的一个期望和一个规划 首先是关于家庭 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那个顺利的产下了我的第一个宝宝 然后我的家人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 就是在我的月子期间和带宝宝的这个过程中 非常非常大量的支持 其中就是包括我妈妈 我婆婆 我爸 还有我外婆 就是非常多部分 就是不管你就是说学习工作 我觉得就是最核心的部分应该是这个family 然后所以因为这个重心的话 我也想就是在明年的话 就是多花时间就是陪他们 然后我有计划明年带宝宝回一趟国 我上次回国已经是2012年 就是6年多以前了 所以下一次回去的话 下面就是事隔7年 就是回到我的家乡 所以我就是说有很多家人和朋友也在那边 然后我想去探望他们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关于工作 就是说我本身我是做制药新药的一个研发的一个工作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让我enjoy我的这个价值的一个工作 但同时它也是非常花时间精力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就想明年的话就是说对自己的work life balance做一个调整 然后多花一些时间在family上面 那么我本身的话也比较喜欢自己做美食 然后喜欢出去旅游 然后也喜欢健身 所以我想就是说多花一些时间平衡一下工作和家庭的这样一个关系 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之前有收到过这个family center的这种当中吧 Twitter的这个邀约 所以我也想可能明年足够的就要开始做这样的这个第二个事业 自己的第二事业 然后慢慢的把这个做起来 这个是我本身一个兴趣 我特别喜欢跳Zumba 所以就要慢慢的就是说开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吧 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关于护肤和化妆这件事情 我本身就是护肤和化妆的话起步比较晚 我在上大学期间就是本科毕业以前就是没有用过化妆品 然后护肤品也是就是像什么国内那种像衣本草啊这种 就这种很基础的这种洗面奶和那种保护霜 所以就是后来来了美国以后才慢慢开始接触到这个 然后我的心得体会就是就是不要盲目跟风吧 就是说凡事还是要就是说不要买贵的 但是要选对的 所以我这个明年的话就是说 我现在手头已经囤了好多好多的护肤品和化妆品 就用完没有开过开过盖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一种非理性的消费 就是说也是一种浪费资源吧 所以我就想明年的规划就是把自己手头上的存货 给它慢慢的消耗掉把它用掉 然后现在手头可能用个五六年都不一定能够用完 不过就是我会开始慢慢的就是说调整自己 就是说再下手买新的东西 新的囤货以前我会先就是再三考虑 然后把那手头上用完 然后再进行下一个 所以这就是我目前的心得体会和明年规划啦 我的视频应该到今天就差不多结束了 那么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然后也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咱们就明年再见啦 拜拜